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花好的汤 花好的水 这都走不走不走不穿 不要那么一样好狠 标准的三杯老汉 拿钱的那个耗子 那肯定吗 我就是穿老大 我要是不干什么 这就绝肿了嘛 对吧 因为这很 七口一天 从西湖一天来够多少穿了 那要切到一千五百就穿了 你现在没这个文化了 我们再来看看啥呢 对吧 你必须要一带这船长下去 了解劳动人们也怎么拉钱 怎么不容易呢 广州的这条路就是 就七口的棉型一条件 七口固装总共是什么呢 三条件二十七条项 大小做买卖的一切两个八十四项 他来自全国五湖四海 又是睡梦中梦见了 弟兄们这一块呢 划穿了啥做上衣了 划穿了 划穿了划穿了 划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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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这个永坟店吧 这个永坟店 这就是当时湖北汉口人在这里边开的 湖北汉口人 卖水菜 中情风 正儿听 想和拉串这么起 用香药吗那么一样 花河七口号子的传承 我也叫你七十岁的人 你看这是一件非常好事 我要把这个花很文化的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计划这一两年之内 在派遥上也列强 走走歪歪把这个花河七个号的 这个传承下去 铁下花河是十八万 凉下气场是斗铜管 野花的房间是十八万 哈宋的米七口的五湖山 谢谢赞美谢谢赞美太棒了 他前边是门板式的房子 里边是窑洞前店后院 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以前呢七口的街道是挺破烂的 好多房子都快塌了 也没人住 后来政府呢把这些房子都修了一遍 修的都是整齐有序的 街道呢也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整洁了 吸引着更多的游客 我接触到更多的人 还是对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 比如我们当地的这个黄河文化 能够整个在我们这个黄河边上 在明清时期可以重现当年那个黄河耗子 那种感觉整个黄河边上的耗子声 鸵铃声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所在 直播间的家人们肯定特别好奇吧 好多人都会把它读成 择口 拾口 在口 忌口 其实气就是水中游乱石 堆积起来的险滩 这样的一个意思 因为我家是气口的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文化 就是传递到世界各地 讲给别人听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